多家外媒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美国前总统川普已经被美国联邦政府起诉 而川普本人也在社交平台上证实自己被起诉 并说下周二将被传唤到梅阿密的法院出庭 川普在影片中强调自己是无辜的 美国司法部目前尚未正式公布起诉书 提出诉讼的特别检察官史密斯也拒绝置评 不过消息指出川普被起诉的罪名 与他在佛州的海湖中原中存放的机密文件有关 同一时间美国总统拜登8号在计准会上 被问到相关问题时 表示自己没有介入这项调查 在川普被起诉的消息传出后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等共和党人都在推特上声援川普 而身为与川普竞争总统大选的德桑蒂斯 更是指出民主党政府的执法并不公正 并说自己当选后将会终结这种政治的武器化 另外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也表示 司法系统必须对他们看似有差别的执法提出辩驳 否则将会失去公众的信任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伟李一红综合报道 欢迎订阅您的公众帮助